各位观众大家好 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设场景有很多 这次我们就要从中选出一个 来和大家深入讨论 如果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或彗星坠落下来 会发生什么事呢 来自遥远太空的外星访客 受到我们居住的地球的重力影响 从轨道上偏离而坠落下来 当这么惊天动地的灾难发生之后 我们人类还能平安无事地存活下来吗 还是说人类会走上恐龙曾经遭遇过的命运之路呢 这里是Top10频道 各位Don't Look Up 大家不用惊慌地仰望天空 也没有必要立即找地方避难 这只是事前训练而已 让我们一起轻松地探索真相吧 那么影片正式开始了 危机有多么迫在眉梢呢 如果小行星要与地球相撞 最大的前提当然是 它的距离必须要很接近 有两种形式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第一个是自发原因 也就是小行星只是沿着自己的轨道移动 就把距离慢慢地拉近 第二个是因为外在因素造成的状况 例如被自身以外的天体引力吸引而接近地球 有些小行星在围绕太阳运行的同时 会定期地接近地球 这是科学家们都知道的事实 毁神星和克鲁特尼就是两个实际的例子 据说到2029年的时候 毁神星会非常接近地球 甚至有可能会比一部分的静止卫星还要更接近 虽然克鲁特尼是横跃着地球轨道移动 但非常有趣的是 它环绕太阳的周期与地球是相同的 此外 月地小行星和阿波罗形小行星等小行星群中 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天体 从理论上来说 因为这些小行星的质量小 又很接近地球 有可能会被地球引力捕获 说不定把恐龙灭绝的那个外太空访客 就是属于这几个小行星群之一 另外 其他来自太阳系外的访客也有可能会意外地飞入太阳系 就像赤猴星一样 或者一颗巨大的行星用它的引力场 让一颗小行星或会星偏移到我们地球的方向 不过发生这种状况的概率非常低 因为它们比较有可能会和地球周围的小行星相撞 不过 这个假设也是不能忽视的 各位还记得那颗把恐龙消灭掉的著名小行星吗 它在现今的墨西哥形成了希克苏鲁勃撞击陨石坑 平均直径至少有10公里 根据专家估计 像这种大小的天体 应该大约每1亿年会坠落到地球上一次 换句话说 我们大约还有3400万年的时间可以做防灾准备 但是过去的数字应该也不是很可靠 如果是在100年前 人类应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小行星与地球相撞 幸运的是 现在我们有办法防止这种悲剧发生 以目前的科技技术来看 如果有任何具威胁性的天体接近我们的地球 人类应该可以试着阻止它 科学家和军队能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试图摧毁威胁地球的小行星和会星 在这种情况下 核武器应该能派上用场 当然在缔结了一些限制军备武器的均缩条约之后 目前核武器的数量比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时还要少得多 但是某些国家的核武器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然而核武器并不是万能的 我们必须想办法用某种方式将核武器传送到那些不速之客那里 才能将它们摧毁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会使用到洲际弹道飞弹 但是它的射程没有办法达到那么远的地方 从宇宙的尺度来看 区区的16000公里根本不算什么 此外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攻击地面上的目标 而太空的目标并不符合原本的诉求 还有一个方法是将威力很强的炸药运输并设置到小行星表面 但即便是这样也有爆炸力不足的可能性 即使爆炸威力足够 但还是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当一颗小行星在爆炸中破碎时 危险的天体会从一个变成数个 它们的轨道也完全无法预测 因此我们必须要将小行星完全粉碎才可以 用电玩玩家的用语来形容的话 就是绝杀 或者是在不会完全破坏天体的程度下 进行爆破 让小行星的轨道有所改变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它应该就会慢慢地远离地球吧 不过如果我们不能摧毁小行星 也无法改变它的轨道的话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最糟糕的情况是 它会坠落在地球上 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超级大灾难 至于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一切都取决于它落在地球的哪个位置 地球的大部分表面都被海洋占据着 因此以单纯的概率论来推测的话 小行星最有可能坠落的地方就是海洋了 一旦它落入海里 引起的海啸规模会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一场数十公尺高 甚至是高达数百公尺的大海啸 将会席卷整个地球 很多人类将会无所顿逃 沿海国家的一切都完了 所有地势较低的区域都会沉没到海里面 海啸将会把城市和土木建筑都摧毁殆尽 而且还会带来二次灾害 例如核电战场发生灾难时 会造成放射性污染 其他如化石燃料 也有可能会大规模地流入海洋 相较之下 中亚、南北美洲和非洲等大陆的高海拔地区 及内陆地区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不过住在那里的人 也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 灾难发生后会有大量的难民涌入 政治和经济变得不稳定 世界地图将彻底地改变 无论是在政治或是地理方面 这个世界会变得跟过去完全不同 如果有些区域沉入海底的话 那么有些地方也有可能会从海底浮现出来 虽然人类处于史无前例的危机之中 但是这个文明社会本身还是能幸存下去吧 不过预计会出现很多受害者 科学技术也会跟着倒退 日本、韩国和台湾是精密电子设备的主要生产地 不幸的是它们也都是岛屿或是半岛 照理说会受到很大的破坏 如果小行星是坠落到陆地上的话 灾害规模可能又会变得更大 首先坠落的地点会引起可怕的火灾和致命的破坏 陨石的撞击使得地表上的岩石碎片和灰尘被大量卷起 这些岩石碎片会从地表飞到很高的地方 当它们化作活雨之后 会再次掉落回地球上 足以摧毁整个城市的严重火灾和强烈地震将袭击整个地球 由于地壳运动 风暴朝向着沿海地区滚滚而来 虽然影响的范围不会像小行星坠入海洋那么大 但应该会更具破坏性 另外发生这种自然灾害的地方一定也会连带地引起很多人为和技术上的灾祸 但是那些都只不过是这场浩劫的序幕 大量的尘埃在天空中飞扬 长年下来一直遮蔽着太阳 新的冰河时代将要来临 黑暗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白天的亮度应该就和满月之夜差不多吧 大量的动植物都受到了影响 6600万年前发生的白恶纪和古静纪的大规模灭绝将会完整地重现一次 当然我们熟悉的现代文明将会迎来终结 人类会因为瘟疫、饥荒和冲突等灾情而显著衰退 地球上的人口将以非常快的速度减少 也许只会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吧 那么人类会遭遇到和恐龙同样的灭绝命运吗 照理说应该是不会的 在数年内可以依靠储粮备品来拯救地下避难所中的生命 当地球稍微放晴 温暖的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 人类可以尝试恢复农业耕作 斯瓦尔巴群岛的斯瓦尔巴全国种子库 是以防万一的末日地窖 到时候它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地球应该就像是世界末日电影中出现的样子吧 不过坚强的人类应该是不会被消灭的 那么在得到这个乐观结论的同时 本期的影片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 请务必订阅本频道 还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也别忘了将影片分享到社交网站 非常感谢大家的举手之劳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期待下次影片吧 拜拜 感谢您的观看